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我的手机放在后台 他就拿着我的手机看吧 结果当时做节目的时候没说 后来去吃宵夜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他看到我的手机 就一直拼命地喝酒 你手机里有什么呀 他看完要喝酒 其实也就是普通的一些聊天记录 但是在跟别人聊天的同时 就是有时候称呼到亲爱的 或者是宝贝或者是亲 我觉得这很正常 这也是个口头禅吧 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称呼吧 他结果就生气 喝了很多酒 然后回家之后呢 抢着我的手机 直接给那个女哥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直接就把人家给 我是打电话问清楚一下 那是问清楚吗 你直接就骂别人 说什么勾引你老公 那女孩她也受不了吧 然后咱们也真没啥事 后来呢 后来我抢了手机呗 她不给 然后呢 打了你耳光 对 当时她发疯样的那种感觉 她以前对我很好的 就是现在都变了 当时为什么不跟她吵啊 拿起电话就找那个人 我其实是想打电话问清楚一下人家 问清楚了吗 她直接骂别人 这个好像不是重点 可能是我太激动 你还觉得自己错了是吧 没有 我没错 女人直觉是最敏感的 那你今天来这儿是干嘛呀 我要离婚 离婚呢 我过不下去了和她 就是因为这件事是吗 还有其他很多事 还有其他的事啊 咱们把其他的事也说说好不好 就是开始的时候嘛 我和她在一个聚非上任时的 然后呢她就开始追我 父亲留了电话嘛 看开始的时候对我很好 而且对我的家人也好 对我的孩子也好 其实我心里就想找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可是她结婚以后却变了一个人似的 你说说她怎么变的好不好 就结婚以后嘛 她老是接过所有 有业务有业务 老是玩手机啊 跟别人联系啊 好多女人 我玩手机不就是联系衣服吗 那你是接口 这是你的感觉我觉得 好 有时候我炒菜嘛 那洗衣机里面衣服不是洗好了吗 我要她去把衣服 两台上亮一下嘛 她都不做成 就是嗯啊 就这样敷衍你肥打你 家务我觉得本来就是 女人成家之后的话 男人主外女人主类啊 就是本来女人就应该在家里做家务的 我也不是你把母 然后我不是整个家都是我在养着吗 我有付出啊 我吃了工作跟你在一起在做助理 我一个女人是吧 你过去有工作是吧 有工作 过去做什么呀 行政方面的 现在呢 她的助理 就灯光音响啊 什么东西的 那你这个是什么时候辞职做的她的助理 是婚后吗 是的 结婚之后就做她的助理了 我觉得两个人要在一起嘛 以前没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朝九晚五嘛 她的时间 工作时间不固定嘛 没能在一起嘛 我就想一起工作 一起努力把这个家搞好 是你愿意的是吧 不是她要求的 我愿意 没有 她没有要求 你怎么会说是她为了监视你 给你做助理 因为结婚以后嘛 就一直都是怀疑我 跟这谁是那 然后实际上那个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她就是无中生有的 你说 一个那么大的影响 一百多斤重的 她要我抬 你不就做这个工作吗 做这个工作 在公司里面 你可以 我问一下 我是你老婆的 我不是你跟人的 那个您在公司里面做什么的 你是老板吗 总监 加上就是主持人 所以你是分管一个部门的是吧 整个的活动执行这一块的 都是执行都是你在 都是我在 然后她是你的助理呢 在职位上 还是你们部门的助理 她是我的助理 然后也负责那个音响这一块的 也负责 当然 根据好多人的面 把我骂的狗血淋土 你本来做错了呀 一场婚礼或者 我才第一次做这种 第一次 你现在不做得好了吗 你看不就是我说你 你才做得好吗 我也不说你 我也不教你呢 是我自己学的 但是就是要说嘛 你做一场活动下来 本来就是很严谨的 你本来就是做这个事的 你就应该把它做好吗 好我做这个事 那我为什么发烧了 39度了 不带我去看病 前面都是你跟进的 彩排也是你排的 别带得了吗 那会使活动 整个活动会不成功 所以你还能坚持吗 那天不也坚持下来了吗 你就是跟做真要 什么都重要 就是我不重要 公司里的人知道你们这种关系吗 知道 反而是更严格 是吧 我在舞台上面最要求的就是 音响要跟进的比较 比较好 他是离婚的 那个 那为什么找你呢 他问我是朋友啊 就是朋友 然后加上 这很多人不找找你啊 然后加上 他只有你一个朋友 然后加上他是我老板 他是我老板 他只是离婚的 然后心情不好 晚上叫我去陪他聊聊天 那你为什么不回来 然后实际上聊聊天之后 后来我们又一大帮人的话 去唱歌卡拉OK去了 你就是狡辩 我觉得就是怀疑我 所以可能一个同事 你觉得在他的心目当中的分量都比你重 是吧 还有他前妻 他前妻又怎么了 他对他虚寒温暖 联系一下就是虚寒温暖 这死太重了 我觉得吧 两个人离婚以后 为了孩子可以联系 可以沟通 其余的就不要联系了 孩子在他那边 有时候联系就很正常嘛 那你为什么给十万块钱给他 十万块钱是给孩子的好不好 给孩子你们不是协一说三说的 一人一半吗 因为我前妻的话呢 他的工作不是很好啊 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 现在的孩子参加依考 依考前的 培训大概也就十万块钱 我就一起给他了 这个钱你给的时候跟他商量过吗 没有 我说你给孩子怎么的好 为了孩子哦 我不想背负后妈苛刻的妈咪是吧 但是你对他父亲怎么样 他父亲不也是我孩子的外公吗 怎么了 就是他父亲生病了 然后我就去看望了他一下 我觉得危险无愧的事情 就没有妙下的解释 我觉得两个人都还是要发连着 办美一件事对吧 我方便问一下 你离婚多久的时候认识了他吗 十年 然后十年以后等于你碰到了 你现在的爱人是吧 对 然后开始追求他 追了两年 到手了就不珍惜了 问一下您孩子跟谁了 跟我 男孩女孩 女孩 跟他关系怎么样 特别好 他特别信他的 他们俩的关系特别好 嗯 那你怎么看就是结了婚之后 他对你不好 对你女儿好呢 小孩子他不懂嘛 二十岁了 二十岁也不懂啊 有时候他也觉得他妈有点 我问一下啊 让你最无法容忍的是 他现在跟一个女歌手搞暧昧 被你发现了 是吧 还动手了 他还动了手 对 所以你现在要跟他离婚是吧 嗯 是真要离还是说说 真要离 那今天是谁要来这儿的呢 我要 你离就离了吗 到这儿来干嘛 我不想离嘛 一直不同意 这段感情 或者说这段婚姻应该怎么走呢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您是在什么情况下 称呼亲爱的和宝贝这一类的 称呼呢 就是对女方 在微信上 微信里面 就是所有您的女同事 女性的朋友 您都叫亲爱的 叫宝贝是吗 基本上 有时候 亲爱的 亲叫得多一些 这个也没准 也不是跟他有啥关系 就 新至于来就是宝贝好的OK 那你们两个人 谈恋爱的时候 你怎么称呼他呢 当然也许我们年轻 也是亲什么的吧 所以您觉得这个称呼 对于你来说 在划分这个人 跟你什么关系上 有没有一些 什么样的用途呢 嗯 没有 所以所有的女性在您这儿 都可以称呼为宝贝 或者亲爱的 除了年长 我问这个问题 其实是想确定一下 您的价值观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底线 和价值观都不同 可能有的人觉得 叫宝贝亲爱的 没什么大不了 可是有的人可能 他确实就在乎这个称谓 我相信您的妻子 可能就是 跟您的价值观有分歧 因为在跟您谈恋爱的时候 您称呼我叫宝贝 可是在跟我结婚之后 您却称呼其他女人叫宝贝 那这个就有可能证明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是他的担心 他的安全感的趋势 还有一点 您也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 这个家庭也需要您去 分担一些家庭内的责任 不光是家庭外的责任 人们都说婚姻本来就是一个修炼场 男人无论在外面是多厉害 多么狠的角色 回到家都要放下自己的家庭之外的角色 投入到家庭内的角色当中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这个家庭就会变成斗兽场 最后两败俱伤 现在您是把所有的工作和生活都混为一坛 当然这里没有妻子的原因 可是您的原因占大部分 因为您在工作当中 在生活当中 其实没有把他当成自己的爱人 而是完全把他当成你的工作伙伴来看待 如果您把他当成您的爱人妻子 想一想他另外一个身份的时候 您的这种态度就会让他觉得 我的丈夫都不把我当回事 那别人怎么能把我当回事呢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本来半路夫妻第二次婚姻 就应该吸取上一次婚姻的教训 在这一段婚姻当中更好的去扬长臂短 才能把这一段婚姻更好的持续下去 否则的话就真的没有路可走了 然后对于女方我想说的是 你想没想过 为什么天天这样黏着他 他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他还能跟别的女人暧昧不清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身上的问题 你可能有的时候太咄咄逼人了 有很多女人就觉得 我就天天围着他转 我看紧了他 我就怕他跑 如果你要一直用这样的态度 去面对婚姻的话 这个男人你拴不住 你也看不住的 你辞掉自己的工作 给他当助理 其实说白了 你就是想24小时黏着他 看他到底在干嘛 可是我告诉你 如果男人想偷心的话 你就是分分秒秒盯着他 他照样可能出轨 所以当一个女人 如果把自己的格局变大了 她的世界才会变大 她的眼界才会开阔 不应该把自己变成 她的附属品 你懂吗 你要先过好你自己的日子 你才能给他更优秀的你 让他看到更好的你 两个人共同成长和进步 否则的话 到最后你还是会失败的 好 谢谢莎老师 来 严老师 其实我知道你心里会有一些委屈 有一些紧张 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 远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其实你去想想生活中 发生的很多大的事情 我们如果不只是盯着细节的话 这个男人有很多可取的地方 我看到很多女性朋友说 我想和我老公一起做生意 想和他一起工作 男人说不行 我们要把家和工作分开 因为我是个大老爷 但是他可以 所以他心是向你完全敞开的 再看看你特别在意的那个 他去看前妻的父亲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 其实这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毕竟那个人他喊父亲 也喊了那么多年 尊重一个老人 其实这是一种美多 当然细节上还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你就不要再去强自夺理说 啊 他半夜有事情来找我聊天 哪个女人半夜12点找你聊天 是正常的吗 太不尊重你的爱人了 这样对他并不公平 我相信你心中并没有太多的杂念 说我对这个家庭或者对这个女人不认可了 我有什么其他的外星了 没有 但是你不够尊重他 虽然你们是二婚 可能你的妻子没有二十多岁的年轻美貌 但是他有生活的智慧 和愿意陪你走下去的决心和勇气 这点是你所看重的 对吗 所以先生您需要调整地方很多 你要尊重他 爱他 要跟他更好的交流和沟通 而不能那么的大男子主意 而女士 我觉得你也要树立自己的自信心 其实在这个年龄 孩子都那么大了 遇上这样一个男人 愿意和你相守 证明你是很棒的 何必把自己搞成一个自怨自艺的 这样一个小媳妇的状态呢 你应该发挥更多自己的光和热 让他看到你更自信 更美好的那面 他自然就会尊重你了 好不好 所以我觉得你们婚姻虽然出现了小的摩擦 会出现了磨合中的问题 但是大的方向我认为还是好的 千万不要轻易说离婚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杨老师 来 杨老师 他给你开工资吗 开 多少钱一个月 五千多 你以前的工作多少钱一个月 嗯 差不多吧 但这个比那个要累一些是吗 是的 其实这个男人 年品红说在财政上对你完全透明 嗯 由你来掌管 这是很大的信任 我倒不这么认为 其实交给你管和不交给你管 不重要 关键是谁 具备支配权 他不跟你商量的情况下 十万块钱直接给前妻 其实你管与不管 并不重要 但是呢 在这个男人身上有两点我觉得是可取的 一个就是 对他的前岳父 挺有人情味的 对于自己的女儿 也挺有责任心的 这两点是可取的 但接下来我来说他的问题 既然在这个场上多次说到 有关于称呼的问题 什么亲爱的宝贝 或者什么摸摸达之类的 很多人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解读 就是社会包容开放 所以说这个东西没什么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 不管社会多么包容 多么开放 男女之间的称呼一定是有尺度的 否则的话 我会认为那是一种轻浮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自己扪心自问 你今年46了 如果对于你内心一个非常尊重的女性 你很欣赏的女性 你是绝对不会跟她说亲爱的 对吧 你自己扪心自问吧 如果你对于一个你很尊重的女歌手 女艺术家 你会跟她说亲爱的吗 你肯定不会 所以说当一个人对于自己要称呼的那个人 不是特别尊重的时候 或者自己内心有一些暧昧或轻浮的时候 她才会说亲爱的 永远不要看男人说了什么 不要看男人为你花了多少钱 也不要看男人做了哪一些想尽办法讨好你的事情 说什么并不重要 说什么太容易 花钱也并不代表她爱你 至于什么深更半夜给你去买夜宵啊 热烈的期间想尽办法去买一件你喜欢的衣服 或者是跋涉很远之外买一碗臭豆腐给你之类的这种事 不要相信 真正爱你的男人 他做的都是一些不起眼的事情 在生活当中为你分担的事情 比如说都干干家务 比如说帮你洗洗衣服 这些事都没有表面上那么划重取宠 但都不起眼 但其实都是一种朴素的爱 明白吗 要看男人做了哪些不起眼的朴素的事情 他一件没干 他干的全是形式上的事情 第二 一个男人尊不尊重你 不是把你捧在掌心上 而是从生活细节尊重你个人的意愿 就你不想干的事 他绝对不逼你干 第三点最重要的一点 你在他心目当中的位置 到底排第七 这个东西也不是说说而已 说你在我心目当中是最重要的 排第一第二 而要看当你的利益和他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是否愿意牺牲自己 或者你和他的朋友之间发生一些矛盾 他是否愿意牺牲朋友 而把你放在第一的位置 这很多事例都可以证明你也发现了 对不对 当你的利益和他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比如说工作 他是否愿意牺牲工作的时间来陪你 或者愿意牺牲某一个工作的时间 把你的病痛放在第一位 没有 你和他的朋友之间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的时候 他也不是这样做的 所以通过这三点 你可以看出这个男性 对于岳父挺有情有义 对你的女儿也还算是不错 但其实这个男人不适合婚姻 你说他工作认真 这我相信 你说他在工作认真当中很有魅力 这我也相信 但是你承不承认 其实你不太适合婚姻 第一段婚姻是这样 第二段婚姻也是这样 你所有的言辞都表现出来 你不是一个在家庭当中多有责任感的人 但是你人不坏还挺善良 这个我相信 你觉得你在这个工作婚姻当中 除了扔了几个钱之外 你付了什么责任 过日子难道是陪朋友喝酒吃饭吗 半夜三更去跟自己的女老板喝酒吗 跟哪个所谓的女歌手天天聊微信吗 这不是生活 生活就是在家里摘摘菜做做饭 买买东西陪陪他 这才小生活你有吗 你没有家庭生活当中的责任 明不明白 如果你还要这段婚姻 你要过下去的话 你必须过出生活的细节 得接定期 而对于你来说 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别人尊重你 疼爱你 请你管住你自己的自尊 其实你做人仅失败 你看在家里面 他跟你的女儿俨然成了一派 而你呢 你不够独立 你也不够对于自己有很好的审视 所以其实我认为你也不要轻易说离婚 你自己文心自问地想一想 我刚才说的话对不对 他适不适合生活 适不适合婚姻 一个工作上认真的好男人 并不一定是个好丈夫 所以你把这个想清楚 你再看看 今天从不从那个门里出来 明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读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 《真情七十秒》 《真情六十秒》 入门目中 城三十秒 全体掌握 你对 这种方案 是 我 你 能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算是最重要的决定吧 希望咱们一起共同珍惜吧 感谢观看